新鲜的梅花开了 从今开始来到黑熊润、风轨道和五条家 都能看到梅花是开了等岁 当地农民表示 因为去好关系 今年梅花是提早开花 今次就都开了三十五十左右 新鲜的梅花也欢迎民族 探到完蛋效果 来新鲜收花吃风味餐 来到黑熊润的梅花 烟路都能听到准准的花香味 今次的梅花已经开到超过三次 加重新鲜向山口的空气和天气是非常好 清头梅很静观是更加轻松好看 这里是新鲜香乌松轮 赏梅的最佳胜地 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 所以有比较早开、有比较晚开 这样子的话 就会变成说 比较山上的会比较早开 那比较山底下的会比较慢开 如果在四天年假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安排 其实也可以特别安排来我们新鲜香 来做一个赏梅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行程的安排 其实我觉得来赏梅的话 可以安排个三天两夜的一个活动 这样子的话再赏花啦 也可以顺道到我们的东埔去做一个泡汤 在去后的影响下 新鲜的黑熊润 从整岛、古条家的梅区都已经开开超过三次 其他梅区代表是不到一次 这些梅区的梅区 在农民的用心管理下 梅区和香港景观都非常美类 农民也欢迎幼稚园来吃到新鲜 也没能处过当地上新鲜的红味餐 太棒了 应该是他们自己种的吧 刚刚还是看他们去拔那个油菜花 今年这些花已经开了四五盆了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些新花啦 然后吃我们的红味餐啦 我们的在地食材 就是没有肉类啦 很抱歉 就是我有什么菜煮什么菜让你们大家分享 观众们就是找机会 来我们不管是这个吴松伦啊 或者是冯桂斗 甚至于是柳家 这个在这四天年假 我相信可以给大家蛮好的一个赏梅的景点的一个选择 新鲜没花开啊 都会二家在天气的影响下 花期中的安等 每个大会的时间也都没收缸 欢迎民众探到冰山这阵来 下期是关灯家旗 关键来想会 记得跟三餐报道